欢迎收看本期这种未说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 是由一个社会行为实验所开始的 此话这项实验的分别是卷毛男和耿直男 他们是一对好基友 两位男主正处在兴盛的年纪 他们打算给一个人家里创造闹鬼现象 然后记录这个人的种种反应 传闻他们的邻居老头是个酒鬼和赌徒 妻子在世时经常家暴 这种人简直是社会家家 两人一拍即合把老头挡作了实验对象 他们趁老头不注意时偷偷潜进他家 装上了一些隐蔽的摄像头和一些小机关 方便他们作案 晚上老头家的电视信号就崩溃了 老头很冷静的跑去休闸 结果一不小心触动了警报器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他家 男的男孩从警控里看到老头 阻止警察进家门的画面 心中对神瘾火 他们接近的了解到更多老头的事 比如他把老朋友拒之门外 扔掉朋友送的礼物 对周围的人太多恶劣 最近足以让两个男孩对老头产生更大的厌恶 两个男孩就抱着捉弄他的心理 展开了进一步的实验活动 他们把老头家的窗户弄得咯吱咯吱响 老头不禁想起了 妻子曾抱怨过这扇窗户 晚上他们把老头家的门弄得摇摇晃晃 老头直接将房砸碎了 接下来的几天 唱片机无故放歌 老头毫无意外地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然后就走进了储物间 最近因为装件事器的时候上了所 而无法监视的房间让两男孩万分好奇 某天和温器被两兄弟搞坏了 老头夜里被动醒 最后还是走进了储物室 两男孩决定一看究竟 他们遇了眼人耳目 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想进去报案 说他们的邻居老头家的储物室里 经常传出女人的尖叫声 警察对此是十分重视 他们赶到老头家后 老头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让警察进门 但是警察毕竟是公式要求 老头只能退步 可搜索一番后 警察毕竟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这间耿知男孩的女友来了 只能他们准备在卧室干点什么的时候 女友发现了摄像头 随后两男孩吵了起来 就在这时 老头那边的监控被老头的宠物包打掉了 卷毛男只好偷偷前进老头家拿回监控 可是很意外的 老头的宠物室的门是开着的 卷毛男终于忍不住好奇心进去了 里面摆设有些古怪 中途男孩碰响了铃铛 激醒了老头 男孩吓得拿着铃铛跑得上来多好 老头正准备去储藏室 但是看到了卷毛男放在桌上的铃铛 然后他开枪自杀了 原来那些看401的恶作剧 让老头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他认为发生的种种都是妻子在呼唤自己 尤其是那摇影 妻子身前只要摇一摇 他就会立刻去到妻子身旁 最终两男孩受到了法律的解采 看完电影已经猪猪猫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老头的死缘不缘呢 看完机的点关注 Groo妹在评论区等你哦